今天中午巡洋舰的时候发现了一只母羊下小羊羔 它这个下小羊羔的过程啊是那个波荡起伏惊心动魄 本来预测的是下三只小羊羔 结果是下了四只小羊羔 但是由于那个有一只身体在小 下来呢直接就被挂掉了 相当于成为了三只 但是这个母羊的羊奶还不是太好 还要想办法过激出击 这个经济动魄的朋友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好 眼前的这只羊 今天中午开始生那个小羊羔了 我过来的时候已经下来一只了 我就是赶紧给它牵击了一下口强烈的义务 给它简单的做了一下护理 现在母羊 准备下第二只小羊羔 看这个小羊羔的大小情况 估计这只母羊 应该是能生三只左右 因为小羊羔属于中等小羊羔 母羊肚子还行 就是羊奶不是太好 能够养活两只小羊羔 三只小羊羔 估计七八天以后都稍微可能有点吃力 如果羊奶再下下得好一点的话 应该还差不多 我专门又搞了这个 接生的时候尽量戴一下手套啊 有口罩的话戴一下口罩 预防一下没什么大问题 主要是你这个手上如果有什么小口子了什么了 健身怕到时候出羊问题不好办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母羊这样生的时候 你要注意 不要长时间在这一个位置看 要调换位置看一下 防止这个母羊 把小羊羔给生产下来之后 你不知道 哎呦 这个小羊羔基本上出来了 我去怎么这样生产的 哎呦 倒是生产的 我现在先不管他 等他下来之后再说 哎呦 哎呦 好了 先这样 我一会再再再再拍 只有一个手机没法没法玩 这下只已经简单的 步履做过了 现在是等他恢复一下 他这个身上的这个 黏液啊 你看黄黄的 有这个样子 而且他是倒生的 人家都是头和那个前面两只蹄子出来 他是后面两只蹄子现在出来的 让我赶快把手机放下 赶快给他做了一下清理 现在是母羊肚子里应该是 马上要有第三只了估计 我没有对他进行拖 因为感觉 凭小羊肝的大小 这两只小羊肝的大小 和我们羊的肚子来看一下情况 感觉应该是三只 这两只大小基本上都相似 两只大小相似 这个苗肚子不算小啊 你看呼吸呼吸的 刚才说的就是 简单的及时做一下护鱼 尽量让他自己生吧 如果高阳过大或者是其他什么情况 需要助产的情况下 你到时候再助产一下 母羊顺产起来还是比较稍微好一点的 对他康复来说 都是比较不错的 如果你需要助产的情况下 那时候你需要多打几天的肖眼镇了就要 看这个母羊还在到处的八局 第三只应该也很快 母羊在用力的往外生小羊羔 第三只估计很快 像这样的老母羊生小羊羔一般都比较快 接二连三的 比较省事 你看这人一过来 他就是他背着你生 现在的情况稍微有点不尽如意 现在已经下了四只了 因为这一只稍微有一点稍微小 比他三只要小 下来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气 相当于直接就挂掉了 这三只大小都相似 我说这身上怎么滑黄的 有可能就是他的问题 这一只有点小 但是 牧羊还在不停的卧下 不要再生第五只了 这三只能带大都已经是比较满意了 刚开始计划的可能就三只呢 结果这第三只和第四是几乎是前后下来的 下来一只接着就下来一只 但我发现 拿到这一只的时候已经不行了 已经没有气了 好看